你以为你所有做的一切 都是爱他 都是能让你两个人 感情长久的方式 但是你所有做的一切 都不是对的 甚至你说出要改造他 我听得都一身冷汗 你何来勇气和自信 要改造一个 已经21岁的男孩呢 他从他妈妈肚子里面出来 他妈妈都没想过要改造他 你作为他的女朋友 交往一年的时间都不到 你要改造他 所以我觉得你的恋爱价值观 是有问题的 就拿一件小事来说 你去翻他的淘宝记录 就翻别人手机这件事 已经是很让人讨厌了 你居然还要翻人家的淘宝记录 就是你把恋爱谈得跟破案一样 你翻淘宝记录 你想要翻出什么呢 看他给别的女生买没买东西吗 还是看他有自己消费了什么 其他的东西你不知道的 你越想要掌控他 你反而失去的会更多 你做这件事情 只会让你自己 显得非常的愚蠢 而且很丑陋 更加无聊 就拿他送你那个包来说 本来是一番好意 无论是他让别人代工替他编好的 还是他曾经有这个心 甭管怎么样 这是一份他为你准备的礼物 你都应该欣然接受 并且心怀感恩 而你纠结的点是在于 这包不是你亲手编的 你骗我 让一个男孩子去做手工 着实有些为难 当然他骗的这个行为不好 他应该实话跟你实说 所以为什么你们的恋爱是一锅粥 就是因为你把它搅和成了一锅粥 接着说翻手机这件事情 其实翻手机这个行为 反映出来的心理 就是你对自己 对这段感情 对对方压根没有丝毫的信任 本来翻手机这件行为 就是非常让人觉得很无聊的一件事 所有人的手机拿出来 如果没有一些情况说明的话 任何的对话都可以让人浮想连篇 当你翻的那一刻开始 其实你就已经知道了 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不甘心呢 就必须要把所有的事实摆在面前 然后一件一件一件去对 直到对到了你心里面 认为的那个真相为止 你说好了 你看我想你想的没错 你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的恋爱现在一锅粥 谈了这么短的时间 为什么总吵见面不过几次 经常在电话里面吵架 对 玩游戏玩一晚上怎么了 人家都不怕眼睛往八百度张 你怎么那么担心呢 凡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 做的全都是自私的事 这根本不叫爱 这就叫占有和控制 你现在占有不了他 也控制不了他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是爱他 你根本不爱他 你只是想把这个男孩 控制在你的手中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 压根根本不合适 你要想找一个 你改造后的男生 那不是他 你去找一个 能够有勇气 陪你坐过山车的男生 你去找一个 愿意给你做欢乐骨攻略的男生 但他不是 有可能他是因为爱的不够多 但是我觉得 碰到你这样掌控欲 特别强的女生 都会被吓跑的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好好反思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